只有活明白了的中年女人才能领悟到这四个道理 生容易活不易 每个人都想活得明明白白 而生活却总是给人出难题 特别是对中年女人来说 想要活个明白 必先经受生活的磨难 明依阅读研究发现 活明白了的中年女人早就领悟了这四个道理 所以才越活越通透 赶紧来看看你是否也活明白了呢 别人可以不喜欢我 但我必须喜欢自己 女人的自信往往来至于别人的欣赏 一旦被别人排斥和否定 自尊心容易深受打击 特别是对中年女人来说 面子大过一天 发现有人不喜欢自己 那种感觉很痛心 有人喜欢你 有人讨厌你 有人欣赏你 有人排斥你 这就是生活的全部 所谓做最好的自己 不是他人来评判 而是自己来评判 因为最了解你的永远是自己 别人可以不喜欢我 但我必须喜欢自己 活明白了的中年女人 已经领悟了生活的精髓 日子说到底 不过是过给别人看的 信不信服自己知道就好 看破不说破 不是我傻 而是我包容 中年女人给人的印象就是包容 似乎没有什么可以让她身无痛绝 面对不公和丑陋 弊端去点破 只因为她知道看破不说破 是给她人留台阶 更是给自己留了条后路 看破不说破 不是我傻 而是我包容 这是中年女人的智慧 原谅不了别人的时候 就学会原谅自己 生活总有不公时 感情总有辜负时 中年女人最不能接受的就是感情的变故 当感情出现裂痕时 离开还是留下 便成为一道两难题 不管是谁背叛了谁 学会给彼此多一些时间去思考 原谅别人很难 因为她曾经带给你伤害 但中年女人领悟到了 原谅自己 何必纠结与痛苦里 让自己通过接受事实 放过对方 又何尝不是对自己的成全 民意阅读建议 中年女人急易遇到感情 生辩事 当你原谅不了别人的时候 就学会原谅自己吧 让伤害过去 幸福也许已经在来时的路上 越到中年女人 越应该有底线 中年女人的底线有好多 比如守护家庭 比如自我约束 比如婚姻忠诚 面对小问题时 我们可以微笑 可以沉默 但在大是非面前 必须讲原则 必须有底线 知道自己要什么 珍惜拥有的 摒弃不适合的 越到中年 女人越应该有底线 这也是一种生活的智慧 活明白了的中年女人 早就领悟了这四个道理 你活明白了吗